詞曲 李宗盛 我們今天講的題目和昨天可是不同了 我們昨天講的題目是共於大小乘佛法的 但今天我們選的題目唯獨是大乘佛法 不共於小乘的是和昨天不一樣了 好 我在開講這個題目之前 我先說幾句也不是題外的話 這個 有一位在家居士我不認識 他連續給我寫了三封信 每一封信大概都有這麼厚 他是到面甸去學習南川佛教 學習了一個時期 他就回到台灣來 他後我不認識 但是他就把他在面甸學習小乘佛法的心得 向我報告 他的這封信的大義是這樣 可是那裡邊就是毀謗大乘佛教 所以大乘佛教都是胡說八道 都是爛說的 沒有道理 也明顯地提到這個唯詩是沒有道理的 那麼我給他回信呢 就反駁他 他的胡說八道 我說這個 我提到兩點 一個是法劇經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讀這個書 那上面那個法劇經 在我們漢傳佛教的藏經裡邊 是有這部經的 但是近多少年前 有一位中國佛教的學者 到西蘭去學習佛法 他把南川的法劇經翻成了漢文 那上寫的南川法劇經 這個法劇經的一開始 有兩個頌 第一個是 諸法亦先道 亦主亦照著 要亦眼無異 或雨或行業 是哉苦水筆 如倫隨受諸 這是一個計 第二個計 諸法亦先道 亦主亦照著 要亦清靜亦 或雨或行業 是在落水筆 如影不離心 這兩個頌啊 就證實了 一切法師為心所造 這兩個頌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你討厭大乘佛法 所以你討厭大乘佛法裡邊 這個阿賴耶斯是不合道理 這是我舉出這一點 第二個我又舉出來 這個南川佛教 我想各位也可能也學習過南川佛教吧 南川佛教 這個翻成了 這個漢文的有清靜道論 還有阿皮達摩摄意論 其中都有提到這個九心倫這件事 九心倫呢 那在我們漢文的藏經裡面 有個謝頭道論 也提到九心倫 又是這個陳維斯論 陳維斯論書記 奎吉大師 他也有講到這個九心倫 當然這個奎吉大師 是唐朝那時候的 但是現在的南川佛教裡面 這些書裡面也有講這個九心倫 九心倫裡面有一個名詞叫 有份食 有物對有 份 就是分別這個份 有份食 這個有份食在裡面 它解釋這個有份食的含義 就和漢傳佛教阿賴耶斯是相似的 是相似的意思 所以從這兩個文 就是有份食的這個教義 和這個法劇經裡面前面這個宋 就可以證明 大乘佛法的阿賴耶斯 和南川佛教還是相同的 你不應該否認這件事 所以應該是承認大乘佛法的阿賴耶斯 是可以成立的 這個道理是可以成立 是不可以否認的 但是他討厭了 他討厭大乘佛法的一個教義 這裡面有個什麼事情 有兩件事看出來 就是這一位 就是這一位 他的名字我是知道 我姑且就是說他的姓 不說他的名字 還姓張啊 他是華人 我心裡頭有妄想 有妄想不說的 他是 我們姑且說他是漢人 他是先學過多少漢文佛教 他要到面殿去學面殿的佛教 我從他的來信來看 他的漢文佛教也是一支半截 他的南川佛教也是一支半截 對於南北川的佛法 所知道的都是很少 但是就胡說八道 這是完全不合道理 而我個人的思想呢 我贊成啊 你學習南川佛教我贊成 但是要好好學習 不要一支半截胡說八道 而一學習北川佛教 也要好好學習 你要印真深入地學習 究竟是怎麼回事啊 你要搞通了的話 心情快落 而且也會和南川佛教是通著的 並沒有矛盾 其中有一樣不同的 就是大乘佛教重視大悲心 這是南川佛教所沒有的 所以北川佛教稱之為大乘佛教是對的 南乘佛教稱之為小乘佛教也是對的 但是小乘佛教學 否認這句話 我們不是小乘 你們也不是大乘 這是虛妄分別 是不對的 但是我現在我將才說這一段話呢 算是沒有離題 但是我現在繼續說下去 就有點離題了 但是我還是要說 這個北川佛教啊 這個教義和南川佛教是相同 相同但是北川佛教的學者啊 是大智慧人 所以這個把這個佛說這些經 這修多羅的聖意啊 發揮的非常圓滿 超過了小乘佛教 不是小乘佛教能比的 我現在要說的是哪一樣呢 就是關於大悲心的問題 比如佛在世的時候啊 舍利弗尊者 尊者舍利弗 穆建蓮 摩赫加社 摩赫詹燕尊者 佛羅諾尊者 烏陀伊尊者 這些大阿羅漢啊 都是弘揚佛法 廣度眾生的 我們說它是小乘嗎 我們要說它是小乘對不對 這個地方呢 從什麼地方啊 我們說北川佛教是大乘 說南川佛教是小乘呢 是有根據的 有什麼根據呢 這些阿羅漢呢 有的阿羅漢 他得了阿羅漢到以後 什麼事情也不做 我們看到阿裕王傳 阿裕王的弟弟出家 得阿羅漢了 但是他什麼事情也不做 就是去祈禧 祈禧回來 就是經行靜著 他不弘揚佛法廣度眾生 但是這並不是所有的阿羅漢都是這樣 現在在大乘佛法裡面的學者 說南川佛教是小乘 根據什麼說呢 就是阿羅漢呢 雖然在世的時候 他會弘揚佛法廣度眾生 但是他壽命到了的時候 入屋於涅槃了 再不度眾生了 不度眾生 這個世界上啊 他的父親母親啊 哥哥弟弟姐姐妹妹 很多的好朋友 還在這個世界上留在生死 他不管了 他就入屋於涅槃了 所以稱之為小乘 你不能否認這件事 這個大乘佛教不是這樣 大乘佛教的聖者 不是屋於涅槃 他得了聖道了 他得了無聲法源以後啊 他繼續在十方世界 親近諸佛 常遂佛學 同時也廣度眾生 不入屋於涅槃 近未來地地廣度眾生 就是成佛以後 他也不入屋於涅槃 還是繼續度化眾生的 應以合身得度者 即先合身而為說法 這件事是無盡期的 不休息的 所以這就是大乘佛法 你想乘佛法沒有辦法 這件事 所以大乘佛法是偉大的 大乘佛 這大乘佛心非常的殊聖 眾生雖然是剛強難化 但是佛佛的大乘佛心 不停下來 不停止 是廣度眾生的 從大乘佛法裡面的教義 也是非常殊聖 從大乘佛法裡面的教義 也是非常殊聖 所以從教義方面來說 從佛佛法的大乘佛法 北川佛教是大乘 這是對的 至於說南川佛教小者 他們常有些佛教的 南川佛教小者 對於北川沒有信心 對於北川沒有信心 這些人就會說 大乘非佛說 說些什麼什麼的 破壞大乘佛教小者的信心 也破壞小乘佛教小者 對於大乘的信心 這件事是不對的 但是這個 要是我們北川佛教的佛教徒 我們對於佛法 你要不努力的學習 也有問題 你要聽一遍小乘佛教破壞大乘佛教的時候 你心就動要 要動 怎麼回事 信心就不建 就建立不起來 但是你要深入經濟的時候 沒這個問題 這是我第一句話說 還有第二句話 我們在佛教史上看 這個 這個 俊摩羅斯法師 翻譯法華經 阿彌陀經 翻譯維姆經 翻譯金剛經 在我們中國 漢文佛教裏面 非常重視 讚嘆的一位大德 俊摩羅斯法師 他原來是小乘佛教學者 是說一切有目的 一位大智慧的人 後來他遇見大乘佛教學者以後 經過多少次的討論 或者說是辯論 後來他就回小巷大了 就相信了大乘佛法 後來來到中國 是洪洋大乘佛法 俊摩羅斯法師 是按現在的地理環境來說 他是中國人 因為他是新疆 秋之國是現在的新疆 秋之憲 是這麼憲 這應該說是盛偉 這是他回小巷大的一個意思 第二是這個 世親菩薩 就是天親菩薩 天親菩薩原來是小乘佛教學者 這是非常有智慧的人 著作非常多的 也是毀謗大乘的 後來他哥哥 叫吳釗菩薩勸他 他也回小巷大了 這不是平常人 這是第二 還有一個翻譯大布涅潘經 大布涅潘經 四十卷那個翻譯者 叫譚吳釗這個人 他原來也是小乘佛教學者 後來也是遇見了大乘佛教學者 也是經過互相的討論 也是回小巷大了 而這些人都是特別有智慧的人 不是一般的人 他們都回小巷大 這可以知道 這個大乘佛教 是有很多大智慧人 弘揚大乘佛法 我們不要輕易的相信 南傳佛教小者 破壞北傳佛教 他媽爛書 不要相信這些話 不要相信這些話 要是從現在的 有些大乘佛教的學者 學習印度佛教的佛教師 他們發表的一些議論 就是從那些議論上 看出來一件什麼事 就是大乘佛教學者 在小乘佛教不斷地攻擊破壞 而把大乘佛教建立起來 從現在的這些 印度佛教史學者 發表出來的心得來看 大乘佛教是這樣子建立起來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建立的佛教 我們想一想 它會是個什麼樣的道理 是那麼容易建立的嗎 如果裡面不是真實的 那很容易就破壞了 你建立不起來的 而我們來到這個大乘佛教 來到中國 中國歷代的這些大德的 從這裡的學習 修小 都有很多很多的成就 你看看 三論中那些大德 天台中 華言中 法相中 或者我禪中也算上 微淨圖中 這些大德的成就 從佛教史上看 都是不可思議功德的境界 所以我們對大乘佛教 要有信心 不要動搖 不要動搖 這樣子啊 我們的心情 從學習佛法中 得到發喜 我們現在講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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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介為師 简介為師 第一段是總說大義 第二段說三字性 也叫三字像 第三段說修為師觀 但是我這個人頭腦吃頓了 只寫出來第一段寫出來了 其他的兩段都沒有寫 總說大義 總說大義分成三段 總說大義分成三段 第一段是略名阿賴耶什 阿皮達摩大成經 切陀中說 這個阿賴耶什啊 根據神們說阿賴耶什呢 是根據阿皮達摩大成經說的 這個切陀就是送 鼓起送 在送上了 說到阿賴耶什 這個說到阿賴耶什的意 不是說明 有明有意 明字的明 有能權的明 就有所權的意 現在這個送你只是說意 沒有說明字 吾死時來戒 一切法等意 由此有諸取 紀涅盤正德 這個無時 是要時間說的 這個時間呢 向前推呀 沒有開頭這件事 我們說是 今天是兩千零一年 這就是有頭 就是兩千零一年 兩千零一年以前 就沒有計算了 它就是有頭 有時 繼續計下去 向前推 但是佛法說時間 向前推是沒有開始的 你先前推 你先前推 一直是有的 一直有 一直有 沒有開頭那一天 佛教說時間是這樣說的 這個地方呢 也有一個 也有一點 也有一個道理可講解 佛教是說 未曾有義法 不充因緣生 這是中間論上的話 沒有一件事 不是從因緣有的 這樣說呢 比如說這個房子 原來這個房子是沒有的 那麼它就是 那個時候 有一個因緣 才把這個房子 才會出現的 這個房子的因緣呢 它也是因緣所成法 那麼那個因緣呢 又是前文先前推 所以它也是因緣所成法 所以要是 時間沒有開頭的話呢 這句話就可以成立了 未曾有義法 補充因緣生 就可以成立了 如果時間到此為止 以前沒有時間呢 那就有頭 有開始一點 有開始 那開始那個 它就沒有因緣了 它怎麼有的呢 那它就是自然有的了 那麼這樣子講呢 是符合了 相信神的宗教的道理 相信神的宗教 萬物都是上帝創造的 上帝是誰創造的 上帝沒有人創造上帝 那麼上帝就不是因緣有的了 萬物從上帝那裡開始有的 而上帝沒有創造 沒有人創造它 沒有人創造它 佛教說這叫做不平等 我們都是因緣有 你不是因緣有 那麼這是不平等 佛教說這個不平等 是歇字歇見的 是歇字歇見的這件事 所以我們從這裡看 我昨天說了吧 我都四書發繳到恐夫子相信上帝 我在家都四書 小孩子是不懂什麼事 出家以後 原來恐夫子相信上帝 不過他說的沒有詳細說 上帝究竟什麼事 沒有詳細說 但是從上經上 那看出來 他說的稍微得明白一點 上帝創造萬物的 我那天 我那天曾經說一句話 我想到哪裡就說哪裡 你們不要怪我 就是有一個人問耶穌 問耶穌說這個人眼睛為什麼忙 為什麼他眼睛忙 那麼耶穌說 這顯示上帝的大能 這句話怎麼講 我沒有因緣和神父牧師見面 我問他怎麼講這句話 那麼我來解釋的話 就表示這個人的眼睛忙 是上帝的權利 上帝叫他眼睛忙的 這句話就是這麼講 就是這樣講 這算是合道理不合道理 要是這樣說 要是這樣說 我們說上帝是不愛 他們基督教天主教講就不愛 那麼這叫做愛嗎 是不是叫做愛 這個事情 我很難接受這種理論 很難接受啊 那麼現在我們佛教裡面說 無死死 這個時間沒有開頭 這句話就是否認了 有上帝這回事 不承認這些事 這是不承認的 我們恐夫子相信上帝 因為他沒有詳細說啊 他應該不在此內 不在否認之內 因為他沒有詳細說 因為他有可能 他要說上帝也是因緣有的 那就和佛法的教義是相合得了 這不衝突啊 所以恐夫子他沒有想 他沒有說 魏之聲焉之死 就是他沒有說這件事 那麼在佛法裡面講呢 無死死 沒有互相矛盾的問題 如果說你說有時間是有死的 就有矛盾了 就矛盾了 來戒 無死時 來到現在 叫無死以來 戒 戒就發一個 在明白的說 就叫做因 因我的因 就是世間上 一切事物 都是有因緣有的 都是有因緣的 由因而有 不是無因而有 這句話就是 這樣意思 是 一切法等於 這個一切法 包括了所有的都在內的 不管是善法 是惡法 是世間法 是初世間法 是凡夫 是聖淫 所有一切法 等 是平等 也說就是完全 完全 要依 這個依是依子 要依靠這個因 而有的 完全是由因而有的 說是那個因 個子很高 什麼原因 有個原因的 那些個子 為什麼愛 它是有原因的 所以那個人看上眼睛有神 什麼也是有原因的 不管是什麼 都是有個原因的 所以是無始始來界 一切法 都靠這個界而有 就是靠因而有 靠因而有 因是每一件事 都有它個別的因緣 並不是一個因 能生一切法 那樣就不合佛教的道理了 一切事情都是由因而有 由因而有 這個地方啊 就是這個微妙就是在這裡啊 我不滿意 這件事 我滿意這件事 那麼你就可以做這個因 創造這個因 就會有一個滿意的果出現了 這個我不滿意 你不要創造 不要做這個不滿意的因 那麼你就將來 不會有個不滿意的果 說我現在這件事啊 我不滿意 但是無可奈何 我已經這樣子了 我沒辦法改變 不要緊 它是無常的 它到時候就停下來了 停下來了你重新創造 你會有一個滿意的境界出現 所以從佛法的道理來說 世界上的人 你有一些不滿意啊 你還是有希望的 可以改變自己 可以改變自己 如果羨慕人家財富很多 有辦法 你造一個 財富也是有因緣來的 有因緣來的 你能夠創造那個因緣 將來你就會有財富 我不懷疑貧窮 貧窮也是有個因緣的 我說一個道理 我又提到看報紙 這件事 不過看報紙 我沒有這個知識 現在世界上 很多的地方缺水 很多的地方缺水 很多地方缺水 缺水 這個缺水 什麼原因會這樣子 但是 玉切斯德倫說出個理由來 就是這個道業的預報 這是偷盜 偷盜的預報 偷盜的預報 偷盜的嚴重的偷盜 那是要到三個道去 去受苦的呀 但是你要來到 從三個道裡 回到迎接來 你還有剩餘的這種 偷盜的預報 剩下的這個力量 剩下的力量 就是缺生活困難 就是缺水 尤其是德倫斯德倫說出這個理由 他說這個原因 什麼事都有 都是有因的 但是我們不完全明白 佛菩薩要不開示我們 我們知道什麼 什麼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佛教徒啊 在佛法裡 要肯學習佛法呢 我們會知道很多事情 要不學習 不知道 不學習是不知道的 所以無死實賴戒 一切法等義 世俗世間 一切事情啊 都是靠因而來的 各式各樣不同的因 來 我們大家 我們很多的 很多的大的弘揚淨土法 念阿彌陀佛 求生淨土 這個好 這個事情非常好 的確是 我們有什麼辦法 我們從這個不滿意的地方 到個滿意的地方去 只有念阿彌陀佛 我看 立法師是這樣子 只有這樣子 只有這樣子 這個 在大莊嚴論 說到一個故事 說到一個什麼故事呢 不過我想到哪裏 說到哪裏 有可能是 我這樣講很難講得完這個題目 我們就不回去 不回去 有一個 有國王啊 這國王 歷經徒治 法奮徒強 要把國家弄得很復強 很強大 那麼這是古時代 不是現時代 那古代的時候 這個國王他有很多的 作戰的馬 作戰的馬有很多 善於作戰 善於作戰 所以 和他 和他敵對的國家 不敢侵犯他 可能是和他做過戰了 失敗了 再不敢和他打仗了 長期的不打仗了 這個戰馬呀 國家養了很多戰馬 也要經費的 他這樣想 有這麼一筆開支 怎麼辦法減省他 下出個主意來 把這個馬發給老百姓 給老百姓用 國家就不需要這筆經費了 減省了 那麼老百姓拿到這些馬 幹什麼用呢? 推磨 你們都是城市裡的人 我是鄉村的人知道 推磨這個事情 把這個用筷布 把這個馬的眼睛蒙起來 然後這樣推磨 推磨就是 周圍轉 把眼睛蒙起來 因為要不蒙起來呀 他 他就不願意一直咬 他就不願意咬 可能是這樣子 可能是這個理由吧 那麼 常常這樣磨呢 後來敵人知道 國王的消息呀 是把這個馬去推磨去了 他們忽然間 就是調動軍隊 騎了這個國家 這時候一來的國王 他們積極地把這個馬 把他收回來呀 收回來呀 這個軍隊騎著馬 作戰的時候 他和敵人作戰的時候 這個馬他不向前衝啊 他也斷 就打敗仗了就 這是這件事 現在要說到佛法 說說我們佛教徒啊 想要臨命中的時候 心不顛倒 心不散亂 心不顛倒 正念分明 念阿彌陀佛呀 阿彌陀佛就慈悲來接我 接應我們到阿彌陀佛過去啊 這裡面也有這個道理 有這個道理 我們臨命中的時候啊 我們臨命中的時候 要心不散亂 意心不亂 要心不顛倒 才能往上阿彌陀佛呀 你不能夠 就在臨命中的時候 才要求自己 意心不亂 心不顛倒 這樣不行 你要平常的時候 你就得要訓練自己 意心不亂 心不顛倒 那麼你臨命中的時候 也是 意心不亂 心不顛倒 我們日常生活中啊 我不這樣做 那麼你幹什麼呢 就是貪招無欲 說這個就是在捨生相為處上啊 虛妄分別 就是這樣子 那麼臨命中的時候 也是這樣子 臨命中的時候 還是在無欲上啊 虛妄分別 所以 那就是心就是散亂了 心就是顛倒了 就像那個馬 平常是拉末 拉末轉啊 那麼 作戰的時候 也是轉 所以你不需要問呢 我將來能不能往上阿彌陀佛 你不用問別人啊 問別人啊 所以是 這個無死實來戒 這個陰啊 一切法等一 無論什麼事情 它都是有一個因緣的 你這個陰要準備好了呢 大叔自然就是這樣子 你不這樣做不行 什麼事情都是由陰而有 由陰而有 那個陰是你自己造的 你自己努力創造才可以 你不創造 說是自然就有這個回事 不是的 沒這回事情 所以無死實來戒 一切法等一 無論什麼事情都是有因的 好 由此有諸取 即涅槃正德 這個一切法 現在這裡加一個分類 就是有兩件事 一個生死流轉 一個是涅槃 一個生死 一個涅槃 這兩大類 我們在生死裡面流轉 在這欲界 此刻界 無死界裡面流轉 也是有因的 什麼因 就是希望分別 主要是希望分別 希望分別 昨天有個居士 提出這個問題 希望分別是生死的因緣 這個涅槃呢 就要遠離希望分別 遠離希望分別 就可以得涅槃 這也是因 也是要有因的 才能夠 沒有希望分別 我們需要分別 我們需要分別 也是因 這個因和因因不一樣 所以有此有諸取 由於這個因 由於希望分別的因 我們有諸取 有因 天阿修羅 地獄惡鬼出生 就是六道輪迴 也是由因而有的 所以有的人呢 會得念盤了 得念盤呢 也是由因而有的 這個因是什麼 就是阿賴耶斯 就是阿賴耶斯 阿賴耶斯 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心 就是我們這一念心啊 就是阿賴耶斯 所以這個 現在講的就 簡介為實 現在我們講 什麼叫做 實 這就叫做實 這個 我們在生死流轉裡面 在生死裡面流轉 也是我們的實在需要分別 我們相信了佛法 修相聖道 也是你的信 來做這件事的 將來我們念那個法劇經的話 諸法益先導 益主益造作 我解釋一下 一切法 都是由心開始的 就這麼講好的 諸法益先導 導是領導的這個 這個導 由義領導的 都是由心領導的 諸法益先導 也就再明白點說 就是由心開始的 如果你心不動 就沒有這件事 沒有這件事的 就是 都是這樣子 諸法益先導 益主益造作 就是由你的心啊 決定 這個主是決定的意思 決定了以後 開始行動 就是造作 益主益造作 諸法益先導 益主益造作 都是這樣子 是 要以眼物益 或瑜 或行音 或者是你用那個 不清靜的心呢 你或者 或瑜 或者發出語言來 用不清靜的心 眼物心 發出語言來 或者用眼物心呢 發出了行動 發出行動 發出行動 那就是深夜 或瑜就是瑜夜 你心就是意夜 這個深夜和瑜夜 它不能夠獨自的行動 一定是由意來發動 你才能有瑜夜 才能有深夜 一定是這樣子 是心為主 由諸法益先導 益主益造作 要益眼物益 或瑜 或行業 是在苦水比 你用益無益啊 你將來 你就 就是 苦 是苦之音 得苦之音 將來就會得到苦國 如輪隨手如 這個車 不是現在的車 古代的車 用馬 或者是用牛 來拉車 那車有輪嗎 那個輪的方向啊 是隨著那個瘦的腳 如輪隨手足 就是 這個瘦足 譬如是陰 輪 譬如是國 國 隨陰 而轉 就是這樣子 有陰 而有國 是什麼陰 就有什麼國 國 本身 不能決定 由陰來決定 這個國的 情況 這是 第一個宋 第二個宋 諸法益先導 益主益益造作 要益清靜益 或雨或行業 是在落水筆 如影 不離心 行於影 我們的身體 在那這樣子 太陽一照 就出來個影 就是 這個影 是隨心 這個形象是什麼樣 影也就是什麼樣 就是 國是隨陰 而決定的 就是 一個是善 一個是惡 都是由陰而有 所以 由此 有諸曲 由此 有諸曲 這個地方 我們 簡單地說 我們昨天 只是說到業 業前面還有事情 反而我們反复來說 業前面有煩惱 有煩惱 而有業 有業而有果 這個 是這麼一個次第 煩惱 按我們 凡夫的境界來說 有兩類 我們明白的 我們所明白的 這一類的煩惱 當然要我們 閱讀佛經理 我們才能知道 不是說我現在 憤怒了 大發雷霖 我說真 我現在有煩惱了 這是煩惱 我們能知道 第二 或者是貪心 分一髮的這個 貪心出來了 我們也可以說 哎呀 我現在有貪心了 有煩惱了 如果我現在 也沒有 貪心 也沒有誠心 這個時候 我們可能 我現在沒有煩惱 可以這麼講吧 其實不是 我們還是在煩惱裡邊 那是什麼煩惱呢 這個煩惱啊 明白一點說 就是我們 因為 都是真實的 我們看見的事情 都是真實的 我們看見了 這個燈也是真實的 看見這個牆 也是真實的 看見一個老虎來了 也是真實的 看見毒蛇來了 也是真實的 看見一口蓮花 都是真實的 所有的所 見聞腳趾的一些 都因為是真實的 這就是煩惱 這是煩惱 我們要用功修行的時候 比如說 我們說是 我們不要說念佛 我們說修止觀 修止觀的時候 為什麼要修止觀 為什麼要做禪 為什麼要做禪 為什麼要煩惱 為什麼煩惱 不是破難的 探 因為你靜坐的時候 這時候也沒有探 也沒有煩惱 這時候有什麼煩惱 就是 知道真實的這個煩惱 我們知道真實 我們才有煩惱 因為我們觀察這個是 這是如幻如畫的 看見老虎來了 是直老虎啊 說這個老虎啊 如夢中靜 如水如月 不是真實的 我要一醒夢的時候 根本沒有老虎 所以你要知道是夢的時候 這個老虎是假的 有就是沒有 就是空的 這時候你就沒有恐怖 直接是這樣 這樣你還會生貪心生真心嗎 沒有 沒有這回事 所以這個斷煩惱是斷這個煩惱 而那個你要心平氣和的那靜坐的時候啊 是沒有貪也沒有這個煩惱 是斷引起貪煩惱 撐煩惱 一切煩惱的根本的地方 斷那個煩惱 斷了那個煩惱 貪一切煩惱都沒有了 是這麼回事 但是我們呢 要是不學習經論呢 你知道那個是煩惱嗎 我看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不知道那是煩惱 你不知道 不知道你能斷煩惱不可能嗎 不可能會斷的 你要因為那是真實的呀 自然是心衰靜轉 自然是這樣 自然是心衰靜轉的 自然是這樣 所以說 有詞有諸曲啊 這個詞是什麼 就知道什麼都是真實的 我們知道真實的 換一句話來說 知道真實 在所言境上說 知道是真實的 在我們心裡面來說呢 就是虛妄分別 最重要的是虛妄分別 這個維摩經上說是 身屬為本 我們的身體也是屬為本 是浴灘為本 浴灘屬為本 是顛倒 虛妄分別為本 虛妄分別屬為本 是顛倒響為本 顛倒響為本 所謂本是無助為本 他說到這個 煩惱生起的次第 由出現的煩惱 到威脆的煩惱 是 是維摩經思 和 和文殊夫是對大的 這段文說到這裡 所以現在是 由此 由出去 就是由於我們的虛妄分別 虛妄分別 就有各式各樣的煩惱 有各式各樣的煩惱 就有各式各樣的業力 有各式各樣的業力 有各式各樣的業力 就有各式各樣的果報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由此有助去 就是在生死裡流轉 是這樣子 即涅槃正德 當然這是要遇見佛了 遇見三寶了 我們能夠啊 才能覺悟 不遇見佛 我們很難明白 不遇見佛法的時候 我們很難覺悟 不明白道理 不明白道理的時候啊 我們就是一直在流轉生死 我中國的孔夫子還是很好 他能夠啊 使命人與人和平共處 能夠講道德 使命煩惱講 減輕一點 我們要肯那樣做啊 可能會保住人的生命 我們死掉了以後 不害可能再做人 還有這個可能 要是不相信孔孟之道 是打倒孔了二啊 我看是更夠受的 言語言啊 言語言 那是什麼世界啊 所以現在我又是看報紙的 想要提倡德政 你們看世界日報 有一天社論提到這件事 想要提推行德政 哎呀 有這何事情 有這何事情 這個 既涅槃政的 這要遇見佛法以後 我們能夠學習佛法 由文師兄得無聲法言 可以得聖道 可以得涅槃了 我們才有希望啊 遠 懈脫一切苦 不要不遇見佛法 不行 是不行的 而這些涅槃也好 諸生死的流轉也好 都是由無始始來界 由這個因而有的 前面一切法等意思總說 由始有終去 紀念盼正德 是分別的說 就分這麼兩大類 是這樣意思 而這個因就是阿賴耶斯 就是你的心 就是我們的心 有我們的心 有我們的心呢 的分別 如理的分別 或是不如理的分別 就有種種的分別 種種的差別了 就是這麼回事 所以這個心呢 我們這個心呢 是我們的苦或者落都從這裡來的 我 我也曾經說過 世界上這個有權力的人 因為他的福報大 權力大 他 他下命令啊 使令他權力的 反而為內地 都如他意 他要這樣做 要不如我意 我就怎麼怎麼要處理了 但是佛教 佛教徒 佛法不是這個意思 佛法的意思是說 改造自己的心 佛教的意思是改造自己的心 你 我並不要求你要如我意 不要求這些 我要求我的心呢 一切一切都看化了 使令心呢 不動 佛教 佛教的理論是這麼個態度 在自己用功修行的時候 我不要求你如我意 我不這樣要求 要求自己的心不動 佛教的意思是這樣 當然佛菩薩 自己的聖道成就了 有大悲心和大智慧的時候 也教導眾生 教導眾生也要如理作義 就是這樣子 是這麼個情形 這樣是紀念盤正德 你才能有希望得聖道 不這樣是不行的 是不能得聖道的 那麼現在這一段呢 這四句話的大意就是說 一切法都是由心創造的 就是這個意思 這些叫做威斯 威斯的大意就是這個意思 都是由心創造的 如《解神秘經》說 這個《解神秘經》 我們《解神秘經》裡面有 它是屬於威斯中的經論 這部經也是很好 但是我們今天的漢文佛教徒 看學習力不多 看學習這部經力不多 這個《解神秘經》說什麼呢 阿托諾斯甚深系 一切種子如不留 惡於凡於不堪言 空彼分別之為惡 我昨天也曾經演這個文了 但是今天還要說 我昨天說的很簡單 今天多說一點 是這個意思 這個阿托諾斯 阿托諾斯翻到中國話 翻個直詞 直詞 直饒的直 就抓住 這個直 磁 受磁的磁 這個直詞是誰 就是我們的心 這個心呢 甚深威喜 你不容易 你自己不容易認識 你不用認識他的 他非常的威喜 這個甚深系 威喜 威喜到什麼程度 我們自己都不知道 我們自己 我們知道一少部分 一多部分不知道 甚深系 一切種子 如波流 在這個心裡邊呢 有很多的種子 什麼是種子 就是 我們眼耳鼻舌身意 六根六識 所有的思想 它一動 就在這個阿托諾斯裡 就有種子 所以這種子是無量無邊的 這個種子是多 在這個阿托諾斯裡邊的情況 就像那個布流似的 看那個流水 啊 這個這個 布布啊 山上流水那種動亂的境界 在阿托諾斯裡面 就這樣境界 好 鵝魚 凡魚 不堪言 這種 這個盛深系的心 這一念心 我對於凡魚的人 不講這件事 恐比分別之為鵝 我們通常啊 至少 至少這個 我們 不是學哲學的人 我們說話的時候 寫文章的時候 我怎麼怎麼地 實在對這個鵝也不知道怎麼回事 沒有詳細的解釋 我們就 這個生命題就是 蛇、獸、想、行、死 這五種成分組成的身體 這就是我 但是印度的宗教 除了佛教之外 還有其他的宗教 對這個鵝 他們有 有 有比較很慎為的意識 他們是那樣子 他們怎麼說呢 他說這個鵝 是 常行住不便宜 有主宰性的 叫做鵝 常行住 就是 意識的存在 沒有變化的 我們要說這個詳細 要把印度外道說的鵝 有的時候 就 我們漢文佛教 有的時候講佛法 講的和外道的鵝講的一樣 有的時候我們會這樣子 但是我們對於大智的論 對於這個欲切實的論 對這個阿培达玛論呢 多數都不研究 不知道說的這個佛法和外道的鵝是一樣的 我們不知道 我們漢文佛教徒有這個問題 是有這個問題的 他說這個餓是什麼樣呢 這個餓 我們這個身體 這個物質的身體 有的時候健康 有的時候不健康 有的時候有病 有的時候沒有病 那這是有變化的 這不是我 不是我 所以說我們的思想 比如說我們讀書 讀書就會有知識嘛 你學醫的 你學建築的 你學法律的 可是肯定有知識 但是你要是 二十年不讀書的時候 你的知識就會變化 也會變化 不管你拿的博士學位都好 你二十年內什麼書都不讀啊 你的知識也會隨時就會 逐漸逐漸就死掉了 所以我會說日本話 我小時候 在滿洲國 滿羞口苦 也想過日文的 我那個時候可以講講 講日文的 我現在不能講 不能講 你常不讀 常不講 他就忘記 所以我們的思想有變化 各式各樣的變化 所以在物質的身體也好 思想上的 種種的分別的這個 思想上也是有變化 有變化 就不是我 就不是我 那個我體是不變化的 那麼這個不變化 那麼這個不變化 這裡面有什麼意思呢 但是這個 我在什麼地方 就在這身體裡面 也在這裡 那這樣說呢 蛇獸想行死啊 是我的住處 它不是我 只是我的住處而已 說死完了 蛇獸想也是死完了 我還存在 我存在 那麼又跑到其他地方去了 或者跑到天上去了 或者跑到地獄去了 只是住處 轉變了 我沒有變化 所以長行住不變異 這叫做我 就像一個人 我在這個房子 在這裡住了幾天 或者住幾年 我現在走了 我到別的房子去住去了 就類似這樣子 這外道說噁 是這樣的說法 如果我們要不學習佛法 我們會反倒反對這個思想嗎 我們能夠不接受這個思想嗎 我們可能會接受的 可能會接受的 而佛法是講誤噁 會講誤噁的 在玉切式的論裡面 那個不如理作義那一大段裡面 有破惡論 說的很詳細 說的很詳細 說是那種種的理由 在破這個有惡論 所以 但是我們要不小心就不知道 但是大致的論裡面 有多少段呢 有多少段呢 也破這個惡 也主張是無惡論的 就這個事情 那麼這個惡 昨天也提到 是沒有我 誰往上敬我 誰在流轉生死 也說到這個問題 這個 現在說這個惡 這樣說 我欲凡欲不堪言 恐彼分別之為我 就是怎麼回事呢 因為他知道這個惡 是長行住不便宜啊 阿賴耶斯就有類似這樣的 他的啊 你做善 這個阿賴耶斯也在那裡 做惡也在那裡 你不睡覺的時候 阿賴耶斯就那樣子 你睡覺的時候 阿賴耶斯還是那樣子 他是不便宜的 你受苦的時候 他也是那樣子 你受落的時候 他也是那樣子 我們前流是 受苦的時候 我們感覺要苦 受落的時候 感覺要落 阿賴耶斯沒有分別 受苦的時候 他也不苦 受落的時候 不落 你睡覺的時候 他也並沒睡覺 你不睡覺 你想希望分別的時候 那阿賴耶斯也是不分別 他也是是這樣子 所以啊 勇於直之為惡 現在佛 不隨便說這件事 但是我們讀這個成文詩論 他要詳細解釋 這個阿賴耶斯 他本身也是 創作創作生命變化的 他也不是常駐的 他也是由業力 召感 他是業力所得的國報 所得的國報 是這樣子 但是他現在說他的意思是 這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我們造的業力 不管是善業 是罪業 或者我們修行聖道 是清靜業 都寄託在阿賴耶斯裏面 在阿賴耶斯裏面 阿賴耶斯裏面 儲藏了很多的業力 儲藏了很多的業力 這個業力一動 就德國報 德國報 德國報 其中啊 這個德國報這件事啊 還有的事情 比如說這個人呢 做了很大的 訛事 罪過的事情 罪過的事情 這個罪過應該是到地獄去受苦的 但是這個阿賴耶斯裏面 還保持你銀的這個狀態 你壽命沒有到 你這個銀的業力還在發生作用的時候 你不是地獄 你還是屬於銀 假設做了很多的罪 應該是個大毒蛇 下一生就變成個大毒蛇了啊 但是現在還是銀 這個力量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就是阿賴耶斯裏的力量 使得你還是保持銀的境界 說我現在發無上菩提心啊 修效六波羅蜜 你是菩薩了 但是阿賴耶斯裏 還保持你銀的境界還保持不變 一定的國報結束了 你那個菩薩的業力發生 作用了 這時候才是菩薩 這菩薩的國報 就是生命才出現的 它不是立刻的就轉變 什麼原因呢 就是阿賴耶斯的力量 它不變 如果沒有阿賴耶斯 這件事不成了 隨時就會變了 所以這個地方是說 俄語翻語不開眼 恐比分別只為我 你要說這個阿賴耶斯的情況 終生就容易知道 這是我 我再說一件事 我們不靜坐的人呢 心裡面就是閃閃烙烙烙的這個境界 但是你要常常靜坐 你情形就會變化 你會什麼變化 你要靜坐有點相應啊 到未到地定的時候 就不感覺到有身體的存在 感覺身體沒有了 但是敢叫身體沒有的那個是誰 但是我並不是禪住那個 念佛是誰 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意思有相同的 也有點相同 那就是什麼呢 這個物質的身體沒有了 那精神性的心還在 有這個意思啊 如果你要是靜坐 相應來的時候 不敢叫有身體的存在 敢叫這個一念靈靈的心在這裡 是在這裡 是在這裡 我看你們各位誰有歡喜靜坐 也可能會有這個敢叫啊 那個時候 就容易有特別的 有特別的敢叫 有特別的想法 有什麼想法 那個就是我 就會這樣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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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易這樣子啊 如果你也不學習經論啊 你只是在那裡 修什麼多的紙啊 就會出現這件事 還有一個問題呢 哦 這身體是空的 這個也是空的 那也是空的 一切法都是空的 我得無聲發音了 如果你不學習經論呢 容易有這個問題 實在來說 這是個凡夫境界 這時候敢講身體是空的 人是這個 什麼通通房子都是空的 座位都是空的 只是一念靈靈的心在那裡 激演不動 這是什麼境界 這是凡夫境界 這是未到地定的境界 可是那個時候 心情很快落 有清安落 不是一般的境界 但是在禪定的次第來看 這是個禦 這是未到地定 未到地定是個凡夫境界 不是聖音 這比這個更高的舍界定 都是凡夫境界 所以你要不學習經論 你知道這是凡夫境界嗎 這古代的時候 這個禪師 這些不學習經論的禪師 都有這個問題啊 就是 啊我得無聲發音量 都會有這個境界 佛在世的時候 也有個畢丘啊 他在阿里也住住 他這個 用功修行啊 得了初禪 二禪 三禪 四禪 高過了未到地定 高過了未到地定 而他自己 不願意聽佛說法 不願意聽佛說法 而他也不能說一次沒聽吧 他得到初禪的時候 因為是得初國 得二禪是二國 得三禪 得四禪 也因為得三國 得四國 因為他是阿羅漢了 阿羅漢以後 壽命到了 但是得了四禪的時候 這個人的內心呢 和一般的人不同 因為他心裡面有慾 他非常的寂靜 威夷寂靜 不是一般的這個動亂的境界 所以別的壁丘一看 就知道這個人有的修行啊 有修行人後來 壽命到了就死了 死了 那麼其他的壁丘 就關心了這個壁丘嘛 所以這位啊 這位修行人呢 到哪去了啊 就問佛 佛說他到無間地獄去了 說這是奇怪啊 這是有修行的人 怎麼會到無間地獄呢 他說佛說啊 因為他得出禪 因為是得出國 乃至到得四禪 因為是得四國 這佛法中叫做曾上曼 名字叫曾上曼 他的魅德聖道嘛 還是個凡夫境界嘛 他臨死的時候啊 這個忠言神出現了 你們知道忠言神是什麽意思啊 有忠言神出現了 忠言神出現了 忠言神出現了 他自己知道 哦 佛說得阿羅漢的人呢 是要入無於涅槃 是不生不滅的境界 怎麼會有忠有呢 有忠有 那就不是了啊 那時候佛欺騙我 他又說佛欺騙他 他就發了誠心 你發誠心更不對了嘛 這就下了地獄 而這個得了舍結四禪呢 還是凡夫境界 他告過了未到地盯 未到地盯更是潛伯的嘛 怎麽能說得無聲發言呢 但是這個地方有的問題 我和你們說啊 有什麽問題啊 趕腳的身體是空了 這是趕腳空 這空是趕腳 現在佛是 比如說我們念心經 昨天有句是 歡迎念心經 觀之山佛山 興臣布爾 波羅蜜多士 照見五月皆空 這個五月皆空是智慧 不是趕腳 不是趕腳啊 趕腳那裏沒有智慧啊 佛法是重視智慧的 趕腳五月經是智慧空 那那個我有一次 好像是一個大小偶 是畢業沒畢業 他有時候和我談話 他說經常說舍即是空 空即是舍 有道理 怎麼叫做有道理呢 他說那個玻璃啊 不是玻璃門呢 你要用一個東西 一打就可能從頭穿過去 所以這裡有空 其實佛法說空不是這個意思 是智慧 觀察它是畢竟空的 是智慧 但是我們佛教徒 如果啊 要我來說 說個不好聽的話 就是懈怠啊 不願意學習經論 只是在那靜坐 然後趕腳到空啊 這就是空 其實這不是智慧 不是智慧 都是凡夫境界 你要有波爾波羅密 觀察在不在心身 波爾波羅密的時候 才照見五義界空啊 是智慧空 智慧怪一切法空啊 所以沒有智慧不行的 智慧啊 有文慧 思慧 修慧 從經論上學習 得到文是神慧 思慧 修神慧 這才能得盛道的 無言是不能的 是不能得盛道的 所以我們要是不 你要不學習經論 你靜坐的時候啊 啊 這個楚江也很有修行 實在 它是息子息間 不但魅得盛道 反倒有息子息間 所以不學習經論的問題 很多很多的 很多 還不如不去 還不如不去那樣修行好 不如修行的時候 它不會有這個 卸自卸見 我是聖爺 不會有這個心情 所以 恐比分別 之為我 所以 所以佛就不 不輕易地去說這件事 在下面解釋這個阿托諾斯 何故此詩 以夫說明阿托諾斯 什麼理由啊 說這個詩叫做阿托諾斯呢 至少一切由舍諸根 這句話是標出來 所以者和下面加以解釋 文的分段落是這個意思哈 至少一切由舍諸根 這個由舍 就是我們的眼耳鼻舍身 這都是物質成就的 所以叫做由舍 這個由舍的眼耳根耳根鼻根舌根 要由阿托諾斯來支持他 他才會有趕腳 要阿托諾斯不來支持你 就是沒有 這個獸是趕腳的意思 就沒有趕腳 就像槍斃似的 比如說因此死亡的時候 就是阿托諾斯離開了 那麼那個身體就變成物質了 不是有情了 是這個意思 直受一切由舍諸根 而這個根呢 根能發絲 不是眼耳根吧 能幫助你眼耳發生作用 眼耳本身呢 由他的種子 由阿托諾斯離開發出種子來 成為眼耳 但是成為眼耳 也要眼耳根來幫助他的 他不是一個因緣呢 就有眼耳的 要有眼耳根 這個眼耳的阻止 幫助這個眼耳 他才能發生作用 才能夠見 不言不行的 所以這個根 你比如說那裡眼球 我們眼耳根耳根 也是物質成就的 這個牆也是物質成就的 但是那個牆 它能夠見紋嗎 不行 所以這個根 這個阻止 它有這種功能 能見 能聞 見 聞 秀 常 我們的身體吧 能有直角 感覺到冷 感覺到熱 所以這根能發生 才成為根 而這個根呢 要由阿托諾斯來支持它 它才能有作用 一切自體取出一故 一切自體 就是眼耳根 鼻根 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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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切的 這是我們的一個 一個生命體 我們取消它 直受它 它要靠這個阿托諾斯 做移植才可以 要是沒有這阿托諾斯 這個身體就壞了 是取出一故 這兩句話 直受一切有所助根 一切自得取出一故 這兩句話是標 下面加以解釋 所以這和 他們的所以言 什麼道理呢 有所助根 有此直受 無有失壞 盡受誰端 這個物質成就的 豬根 由於有阿托諾斯 的直持 就是阿托諾斯 在這裡 在它 在同它和和 和和的時候 它就會有趕腳 無有失壞 另外 阿托諾斯 在這裡的時候 這個阻止 它就不會壞 它繼續成為一個 活泊的生命體 如果它要是 阿托諾斯不在了 身體就變成死屍 變成死屍 變成死屍了 就壞了 這個眼根 耳根 鼻根 舌根 就不能發屍了 就壞了 所以我們的身體 能夠繼續的運作 能發生作用 當然醫生會有一個道理說出來 在佛法來說 阿托諾斯 支持它 它才成 才可以 不支持是不行的 無有失壞 盡受水準 盡你的壽命 你能活兩百歲 兩百歲 這時候 一直的隨身活動 它不離開 這個阿托諾斯 是不離開你的身體 是這樣的 又與相遇 正皆生死 取彼身故 直受之地 又與相遇 正皆生死 是什麽意思呢 就前一個生命啊 死掉了 後一個生命 開始的時候 前一個生命 後一個生命 相遇 前一個生命結束了 後一個生命一生起 就相遇下來 如果後一個生命不生起 就中斷了啊 後一個生命生起的時候 所以叫做相遇 正皆生死 就是 開始 正是 那個生命 現起的時候 接著成立 皆生 皆是成就的意思 那個生命體 開始 成就的時候 正皆生死 取彼身故 知受之地 要因來說 你 就是一投胎的時候 就是父母的遺體 父母的遺體 父母的遺體 由阿賴耶斯 這阿特諾斯去直受 這時候就懷孕了 就可以成胎 如果阿賴耶斯不來啊 是不能成胎的 也不能懷孕的 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 這上面說呢 我們通常說 那個中有 中因生 就是這麼個事 就是父母啊 和和的時候 這個中因生來了 這時候才能夠成胎 而主要的就是阿賴耶斯 就是阿特諾斯 有個阿特諾斯 他走了 這就不能成胎 你就不能懷孕 不能懷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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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 原因是什麼呢 這是 緣的關係 你要和他有緣 和他有緣 這話怎麼講呢 比如說你的福報很大 那個要來給你做兒做女那個人 他的福報不夠不夠大 就不能給你做兒 不能給你做女 不行 如果說是他的福報比你還大 那也不行 那也不可以 也是不可以的 但是這件事是那樣子 我們人世間的人呢 有緣的人多得很 有緣的很多很多 但是也有問題啊 你有緣的人現在在天上啊 他的送命還沒到 他不能來 那就不行 那不可以 那就不能懷孕了 那不可以 所以有緣歸有緣 也要其他的因緣鑄成 才可以 不緣不可以 所以這個正結生死 阿特諾斯啊 取彼生故 這時候阿特諾斯啊 來取這個生 來知取這個父母的遺體 這時候才能成就 這個太太成就 這取彼生故 直受自己 什麼叫做取彼生呢 就是阿特諾斯啊 把父母的遺體 他通的遺體合和了 那就叫直受之地 那麼那個就是個友情 就是個友情 就是成就了 事故此時啊 以夫說明阿特諾斯 所以這個死 這個阿賴耶斯 也名為阿特諾斯 叫直此時 直此時現在看出這些分兩段 一個是生命開始的時候 要這個阿特諾斯來支持他 以後的生存 要繼續的支持 才可以成為一個生命體 他要不繼續了 就死掉了 這個阿賴耶斯是有這種作用的 這樣意思